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我们谈起历史的起源呀 总会提及三皇五帝时代 而二十四史史记是以五帝本纪作为开端的 未曾提及三皇 那么三皇是否真的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中呢? 首先呀,我们要知道 三皇五帝并不是真正的帝王 而是在太古时期为人类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者部落联盟首领 后人尊他们为皇或帝 在远古时期,人们静之为神灵 并且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记载与宣扬他们的伟大功绩 这三皇尚在五帝之前 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然而,三皇之名不见于经 组成呢,亦有不同的说法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 三皇的记载为 天皇、地皇、太皇 以称人皇 而上书大传中 三皇为 碎人、福西、神农 流传最广的说法为 福西、神农、少典 因佑罗主要是对二十四世纪进行演绎 所以啊,就不过多的探究三皇了 咱们直接从五帝说起 这五帝之首呢,为皇帝 相传是有雄士首领少典之子 姓姬明轩缘 生来啊,便神奇灵异 几个月就会说话,十分的聪明 在彼时 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许多的部落 主要的势力是神农士 即炎帝 然,万物有盛便有衰 在轩缘当有雄士首领时期 炎帝神农士的势力日渐衰微 各部落之间相互侵扰 残害百姓 而神农士对此已经是无能为力 于是,轩缘便操练士兵 修德阵兵,四方征讨 因其极善武力与打仗 使得各个部落都臣服于他 从而正式崛起 在征战的过程中 轩缘最金手的对手 非痴尤莫属 这痴尤啊,传说是 东方九离族的首领 这痴字呢,本来是个贬义词 就是小爬虫的意思 然而痴尤本身啊,却是强悍凶猛 且其部族善造兵器 经常侵扰其他部族 威震捉戮之也 皇帝想要各部落臣服 便需要解决痴尤这个大患 方能真正让万众归心 故他亲率精兵 命宁龙为统帅 与痴尤战于捉戮之也 这场战争的双方 均兵强且善战 虽在史记中并未具体地描写战争的情况 但是也可以想象 这过程啊,必然是非常的艰辛的 这点呢,我们也可以从神话传说中来一窥究竟 传说中 痴尤有兄弟八十一人 都为兽身而口吐人语 铜头铁鹅 可以杀石为石 其余部落啊,是文之而色变 而这场战役中 皇帝为应龙为帅 痴尤呢,也同样请了风博与诗 发起了疾风暴雨 使得应龙被水围困 紧急情况下 皇帝派出了天女拔 即汗身 方是雨水停住 后经过艰辛的战斗 依然是不能降服吃油 皇帝不禁仰天长叹 哀叹以己之仁义 竟不能指吃油之恶行 上天被皇帝的人义感动了 于是派了玄女下凡 授予皇帝兵信神福 方才制服了吃油 并传言 吃油被制服后啊 皇帝命其主持军事 众部落记其威而不敢造次 吃油死后 天下又有互相扰乱之迹象 皇帝呢就命画师为吃油画像 用这画像以威慑天下 作乱的部落 威慑于吃油之威 都归服了皇帝 咱们从这些民间传说中 也可以看出 吃油非常的凶猛 而皇帝能将之战败于捉戮之野 也是其仁德武力的招险 当然 咱们前文已经提到过 在中国大地上 最开始虽然是有诸多的部落 但是炎帝神农士一脉 一直都是主要的部落势力 虽然在轩辕当政时期 炎帝的部落日渐衰微 可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皇帝虽然能够让各种小部落臣服 但也只是形成了与炎帝分庭抗礼之事 并不足以尊为天下共主 传说 炎帝尝遍百草 也被称为神农士 他呢 也是少典之子 二十四十史记中记载 炎帝想要侵犯诸侯 诸侯就来归顺了皇帝 皇帝实行德政 整顿军事 与炎帝战于 版权之野 三次交战之后 皇帝最终取胜 炎帝投降于皇帝 也有传说 这炎帝呀 他是被吃油打败的 之后呢 便向皇帝求救 后来皇帝的部落 与炎帝的部落合并 奉皇帝为首领 统称华夏民族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常自称 为炎皇子孙了 至此 各部落都尊 宣元为天下共主 而有熊士部落 一直将龙 作为部落图腾 宣元成为天下共主后 龙便成为了 华夏民族 共同信奉的图腾 传言 皇帝继位时 又象征土德的锐兆出现 而自古 五行以轻代表木 赤代表火 黄代表土 白代表金 黑代表水 所以呀 宣元被称为皇帝 皇帝继位后 在捉陆山下的平原上 建立起了都议 设立了官师 百官呢 都用云来命名 军队称云师 设置了左右大监 负责监督各地诸侯 任用丰厚 丽木 长仙 大红 来治理民众 虽然是建立了都议 但是皇帝并没有固定的住所 他总是带领部队迁徙往来 但凡是有不顺从的部落 便率兵征讨 平服了 就又带兵离开 这一路上披荆斩继 没有过上过什么安稳的日子 他曾带兵 东至渤海 登上顽山和泰山 西至空同 登上鸡头山 南至长江 登上雄山 香山 向北驱逐熏域 在釜山 经河北徐水区和异县交界处 召集诸侯验证服器 至此 中华民族出现了建立在部落联盟基础上的 第一次统一 统一所带来的和顺太平 使得皇帝时期有许多的发明创造 传言呀 皇帝曾获宝顶 善用狮草来推算历数 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 能够预测未来的朔望 他还发明了甲子 既用天干地支来计时日 研究四十节气变化 按季节种植白骨草木 驯养鸟兽蚕鹅 开始了蒸骨为饭 烹骨为粥 还制定了工商绝职语的音律五声 甚至还发明了文字 算术 立法 衣裳 帽子 舟车 造房子搞殡葬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皇帝内经》 记载的便是皇帝与他的臣下 以问答的形式讨论医学 当然 这些发明啊 并不可能是一两个人的功劳 但是呢 也足以反映出 在皇帝的带领下 咱们老祖先的智慧 皇帝一生有子二十五个 得到姓氏的就有十四个 皇帝的正妃是西陵氏的女儿 也就是雷祖 传说中是她发明了养残 作为皇帝的正妃 雷祖育有两子 一是宣骁 就是后来的青阳 被封为江国诸侯 另外一个是昌义 被封为落水诸侯 昌义后来 娶了蜀山式的女儿昌仆为妻 生下了羔羊 皇帝死后被葬在桥山 而他的孙子羔羊 积了地位 就是五帝中的第二帝 专须帝 好了 《右楼说历史》的第一集 就到这里 欢迎明日继续收听 第二集 五帝本季二 五帝本季二